9月20日,集飞终于等到了来自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标准,私的无人机云系统批准信,确认集飞云正式接入民航局无人机云系统,成为国内第一个, 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货批的农业职宝专用云服务系统,同时,集飞科技也成为全国第九家、精明航局批准的云服务提供商,集飞的云服务系统一直以精准,高效的服务客户为己任,客户在使用集飞无人机进行喷洒作业时,能实时掌握作业信息,保证作业安全可塑,同时集飞云也为集飞保障提供了历史故障记录, 让集飞能够更加极致的为客户服务,据中国民用航空飞行标准,司、清晓无人机运行规定,第十六条第四项规定,实施农厘喷洒作业的运营人应当在其主运行基地,保存服务相关的喷洒数据, 为确保集飞的用户能够方便,快捷地接入云系统,记录并保存喷洒数据,安全,合规地进行喷洒作业,集飞通过一系列的开发,优化,送审工作,终于完成了集飞云的批准审核, 在未来的日子里,集飞将更加努力,让集飞云每一位客户保驾护航,Airblock模块化可变形无人机现货发售, 扫描或长,按图片识别图中小程序立即拥有数量有限,先到先得。 请不吝点赞争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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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